原理斯库现在他是那种 他的外线投射特别的强 他这赛季外线命中率有36% 道尔森去跟韩旭一起搭档双塔 但是刚才这个保尔回合 因为他防了两个人 一个是帕克 一个是隋文斯 两个人都有外线能力 就是两个人拉开了 好球 话说之间翻身跳投 原理斯库给韩旭 好球 排序这个厉害啊 他是接完球之后呢 越一步直接急停出手 四分钟两分两板一助攻还不给上 对啊 风铁就带着这个 我这玩了 那边的重心太低了 哇哦 crazy 这球怎么说呢 运内斯库跟韩旭两个人之间 之前一直说没配合 这球 两个人都面对双人包夹 结果都打 都出现了这个 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局面 回头之后呢 吕热如要位了 低位 吕热如妹妹 转身 沉底部 哦好球 造成犯规 这球打得漂亮啊 三四分钟 韩旭今天上的早 韩旭是五分钟时候就上了 这是我职业生涯第一次解说 吕热如的比赛 因为我跟他 他男朋友赵 赵一鸣是好哥们 我俩 我俩关于一较好 这个 吕热如打了 有打了四场比赛 我一场 没说着 我说的时候 他都他都不上场 我就害怕 今天也出现这种情况 吕热如之前的罚球 还没丢过 还没丢过 这会儿我们就不分析 什么战术啊 就看这个吕热如跟韩旭 这边是打了 他 前九场比赛 三分球命中率是23.4% 这四场是39.1% 所以说 自由人的发挥 跟他形成 形成这个 非常有关 你看吕热如现在 他现在 他现在能做的事情 其实挺多的 不管是上线的侧应啊 然后还是挡拆的下顺啊 低位要求都能做一做 吕热如那边错位了 那边错位了 那边错位了呀 用着奎格力 哦呦 吕热如强到一顶管板 球不能往下放 可以 这个拼抢拼的劲不错 哎呦 韩旭上来还是 本当好